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热情 热情似火 这就是我对他们的印象 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来了以后 他们就会感觉像我来了 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节日一样 然后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去庆祝 然后去看我的表演 然后吃东西啊 谈天说地 我觉得很好 如果我到来对他们来说是个节日 本来就是应该用来欢乐 欢快庆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子嘛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带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情绪 去让大家尽量玩得开心 过得开心 这样才在人生当中留下来才会 很有意义嘛 很怀念嘛 我们不会去老去想的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虽然它存在 而且虽然我们忘不了 但我们就希望人生当中有更多的瞬间事 我们就庆祝我们有很多很幸福快乐的事情 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 就是开心快乐 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什么说一定要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挣了多少钱 然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开心快乐是每个人最重要的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善良 我觉得对他人善良 自己会过得心里很舒畅 对 会看啊 会看 然后不仅会 而且还会看这个工作方面 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做好啊 或者是一些可以更好啊 因为其实我的粉丝群当中有很多就是 就是稿纸啊 然后也是非常有文化有知识的 见解的一些粉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他们的工作 但是很有意思啊 每个人的关注的点都不一样 其实他们很很少讨论我专业的事情 然后就但是他们就是说 专业上的事情可能少就是工作上 比如做的一些事情上 就是关于衣服啊 上面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卖的东西有什么问题 然后专业上就是他们会说 哎呀 怕我就是唱太多会影响嗓子 或者什么东西 哎快去找个生意的老师 好好给你上上课啊 就他们会很操心